我还不知道鸵鸟会叫 声音像牛一样 所以意思是说 类似这样 就是在寂静的夜晚的时候 突然有这么庄严的声音 佛大牛王 但是牛代表温讯 狮子代表一种威力 由大牛王所表现出来的狮子吼 所以而且显现大神通 让众生赞叹 所以就像大龙王 随时龙的眼睛很大 他随时在管着 老实说你在海里面钓一只鱼 撒泡尿 龙王都知道 因为龙王认为整个海 都是他的身体跟世界 所以龙王的身体这么长 所以但是他每一个鳞片 他都有感觉 所以各位要普遍观察 就像你是一个保安员一样 站在门口 谁进来谁出去 你都要知道 他们是什么根器 这个人是小偷 还是有钱人 是不是住户 你都要有观察力 普遍观察 世间的人 修行的人 他们的根器 最后都让他们成佛 所以我们要让每一个众生 发起有佛的威德 而没有这种粗糙下流的行为 而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也不用怕 所以也不用觉得自己没办法 要各个让他们发起广大菩提心 成佛的心 他们都可以成佛 释迦牟尼佛可以成佛 阿弥陀佛可以成佛 过去造的业都比我们还重 但是各位都听我讲过 阿处如来 保身如来 阿弥陀佛不空成就如来 曾经造下四个在做比丘 杀人 放佛 强奸 然后被开除 升级 开除他们 秉除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造下地狱营了 结果四个人碰到一尊石头佛 升起惭愧心 如山一样的大忏悔 而发怨 后来还成就佛道 所以我想各位 你可能都没那么坏 但是各个都懂 本师释迦牟尼佛做中间 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造了多少恶业 但是他们都可以转变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各位对整个世间 时时刻刻要发起 整个广大心 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佛 再来请翻到27页 我们跳着念了 我读经典真的是很乏喜 不想睡觉 而且我读完以后 我就有个想法 我为什么要读经典 我要去实践 我要为令众生都达到这个阶段 所以你就很热衷的 想要去告诉别人 而且各位呢 你讲话的时候 这个叫欢喜变才 让别人听了欢喜 又让别人了解道理 而且也鼓励他 他虽然想要自杀了 你跟他讲一讲 真的吗 我可以不用自杀 就可以很快乐吗 还可以去利益别人啊 那你千万不要一种 批评式的辩才 现在平常不会讲话 每人每个人都不愿意 我在看电视 那个老公有小三 太太在后面骂 好厉害 这个拿来讲经说法 平常不会讲话 我还不甘愿骂起来就很厉害 这个就颠倒了 这个就一种称恨性的辩才 那没有用 我们讲的是令别人欢喜 所以菩萨若修十种法则 得一切友情欢喜辩才 菩萨女听你讲话 很欢喜 不会睡觉 很快乐 所以给别人很高的希望 那各位从今天开始要练习了 第一个 爱与 各位讲话温柔一点 体贴一点啊 特别对你的家人啊 特别对你的家人 那你要多多的去鼓励他 因为爱就是一种关怀 我刚刚跟你讲话是 为你好 安慰你 让对方听了喜欢 二者 习以面向远离平处 有些人看到不顺的都还没讲话 就嗯 这样 从他脸上就觉得我不耍 怀疑你 这样 各位 阿伯 你的脸很坏 谁叫你去照这个音干嘛 你只要看到不喜欢的 不好闻的 像有些人 我们在做烟光 我们在做烟光 玩他的烟光眼 你要说 好香啊 众生有福报 你要这么说 但是他们很喜欢用脸上的表情 来表示他的不满 那各位千万不行 随时平静 欢喜 心如月亮 所以对逆境呢 还是就像这个阿公阿嬷 看到孙子做错了 阿公笑笑 没关系 没关系 对不对 我发觉现在女人对老公很凶 对那只狗很好 抱得亲 对老公 谁谁脸 谁谁脸 因为他爱儿子 那个狗字他儿子 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所以各位要开始照照镜子 问我的脸有没有这样 还没讲话就先翻脸吗 脸要平静 光明 微笑 碰到什么事情呢 不要耍脸色 我今天看报纸 大陆有一个领导被围殴啊 是不是 被一千多个人围殴啊 为什么 他们是那个小孩子疫苗问题 这位领导讲话就不太客气 耍架子 给他打的扁扁的 因为他不知道人家 小孩是他们的命 大陆每一个小孩是他们的命 既然小孩子打针出了一点问题 他应该出来 对不起 怎么办 他打官枪 官枪 像穆建年被打成肉酱 你耍官枪 对错也要很温柔 对方就算对错也要很 不能太讲话不能止 第三 如意 意就是他的 道理 我们要 意义不意语 就是你要知道他的意思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第四 如法语 符合英国 符合悲心 第五 平等语 对谁讲话都要很认真啊 事实上怎么练习 你怎么跟你老板讲话的 你要用这个方法 所以很多女性是 师父 阿弥陀佛 供养红包 我特别讲 回去对你老公也要如此 不然你老公看到我会很嫉妒 因为有些人在我面前吃饭 夫妻来一直跟我夹菜 我还有一点他心动 他老公已经不爽了 同样男人你看对他那么好 对我那么糟糕 我就很怕 真想问老公垂我 我老婆变心了 去爱上和尚了 这下我事情大掉了 所以我想各位要讲话 要关系到任何人 你要让别人都觉得面面俱到 六者不至高 虽然我们你懂一些些啦 那你永远 我是为你服务的 我所有懂的是为了奉献给你 而不是我高高在上搞专利啊 这样子不至高 所以这些你要背下来 因为你这些做到你才可以成就欢喜变才 老实说啦 因为我自己在办电视 很多法师讲经说法 也有很多法师很主动 拿他的片子拍好啊 请我们去录啊 问题是 他听了我都不想听耶 他讲我都不想听 还叫我们信徒听 因为他让 第一个他让人家看起来不欢喜 然后讲话好像有内容 听了会睡觉 那我就跟法师说 我要不要帮你找个经纪人 我说他会翻脸 你的发音有没有标准 你的表情好不好 你的眼神三角形就要睡了 你的眼镜是老花眼 那你这样 我们这个是电视呢 像明星一样 那这个要不要改一改 所以我有一次去摄影棚 有个法师脸很黑 那我们那些技术员 法师我跟你抹粉 看起来皮肤比较好 我那个法师快翻脸了 我就跟说你们错了 是我们灯光是亮条 他皮肤就会白一点 你要跟他抹粉 对不对 像我这个人去 他就要帮我抹粉 他说师父你这个太亮反光 我说是你灯光要打浅一点 什么叫我抹粉 我们这个亮才好 不然你要叫我按掉 你没有打坐这一块不会亮 我跟你说 你硬堂发黑 保证你完蛋了 所以他不懂 我说你做摄影师也要懂 怎么样去塑造 第七不亲他 所以各位不要看不起别人 看不起别人以后你讲话人家讨厌 第八者无染灼 你讲话也不要逢淫八截 因为你有钱 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我才要跟你讲话 那以后 你有这个分别心 以后你讲话大众不喜欢听 九者无触脑 讲话不要故意刺激别人 所以我想各位有家庭非常好 这是你修行很好的助援 你很容易讲话去哭声咱太太 这样 因为人虽然已经在吃树了 他还是喜欢穿个高跟鞋 对不对 他虽然在吃树 他很喜欢拿骨子骨子的 骨子骨子的 很多老公就 就是这样 学佛 念人家 我说你要很诚恳拉着他的手 老婆 你再跟他说吧 你这样讲话这么苛刻 怪不得你嘴唇都薄掉 以后你去讲话人家不喜欢听 因为你触脑到别人 对方就是有缺点才需要佛法 但是你不用把佛法当针去扎人家 很痛的 所以各位讲话要小心 无触脑 使者聚种种变才 那各位要学习 所以你要研究经典思维 藏传佛教格鲁派特别强调变经 这一点也是我们要 因为这个道理他们不断的辩论 所以他们各个五大论倒背如流 但是也因为这样 如果没有很强烈的悲心 就会有傲慢性 所以那这些要 要学好这十种法 所以现在各位读过了 后面还有几种不一样的辩才 那也是解释 请翻到二十八页 那菩萨能以爱语 那能令众生悬生欢喜 所以你要学爱语 然后众生就会欢喜看到你 菩萨者就解释前面 常见西宜善相 远于凭错神情忧愁 令众生悬生欢喜 所以各位不喜欢笑的 多看弥勒菩萨啊 多微笑啊 所以以前我师父很厉害 有一位考上博士的来出家 脸白白戴着深度眼镜 脸像僵尸 我读书人博士嘛 那他要来出家 我是说 你就每次法会 你就站门口负责笑 笑没 还没笑三天就跑掉了 我师父说顺其自然 这是给他机会嘛 因为他就 他以为这边是监狱 因为你没有服务众生的精神 所以我师父这个人我很佩服他 来尽量走 去随缘 他不像我还有点重感情 又不见了 又跑掉了 好可惜喔 那我师父就随缘吧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你要练习 要练习 好 我们再跳舞一下了 时间的关系 老师说我每次看到天黑 我讲完了 法会要结束了 各位要离开我了 好 我活着是为了 讲佛法 事实上我从早讲到晚 昨天也讲 今天也讲 但是我有时候想说 哎呀拜托啊 战典法师来讲一下 战士法师讲一下 不行我要负点责任 那我一定要把这个重点讲完 翻到五十二页 五十二页 慈悲喜舍是无量心 当然大乘更重要 悲心无量 但是慈悲喜舍都要看了 那我只是解释一种 第十三 菩萨如何具足悲无量 菩萨若修十种法者得悲身具足 我很喜欢佛陀讲的这个身 这个身就代表你的身体就是慈悲的化身 就看到你的外表 看到你走路 你就很慈悲 就像那阿公阿嬤 已经修到很柔软 看到我们就拉在我们的手 吃饭吗 太慈悲了 阿嬤真好啊 那菩萨就要让人感受到这种悲无量 所以我们 我们观音菩萨一直流传到下来 从唐道以前 以前都是南相 庄严相 到了宋朝 所以我希望各位你去普理 普理那个博物馆 他就把观音菩萨形象的 各朝代的演变 请您订阅发布